各位朋友 各位觀眾 大家好 這個是升旗易得道 這個是A3的頭條 但是其實呢 我們也是順著次序而已 我覺得這單的重要性 就不比之前那兩單 為差的 甚至乎應該再重要一點 不過因為那個 錄音的次序問題 所以這個當是A3頭條 昨天 鄧炳強出席了元朗區議會的會議 我看到早上 9點多已經在開會 中午也未開完 錯了幾個小時 被人盤了幾個小時 他又沒有反台 又沒有一路之下離場 仍然繼續在答問大會 有問必答 好了 聽到這裏 大家記得 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share 月費贊助 訂閱我們的頻道 統擊五毛 然後呢 推銷我們的Twitter 雖然呢 我這陣子真的太忙了 沒空了 好像兩天都沒有 貼回那些帖子在Twitter 但是大家 真的盡量幫幫忙 Twitter的戰線其實很重要 我們香港太少人玩Twitter了 好了 說回這個正題 昨天呢 我發覺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鄧炳強呢 居然又說要成立甚麼 互信委員會甚麼甚麼 要調查警方 那些違法嚴重違法違紀的事 彷彿 好像有一個很巨大的轉變 然後 他們 不斷 是被人追問他 買過兩間屋 都是涉嫌有潛艱這個問題 我們較早前呢 我們引述 這個鄧炳強的 北京的後台 孫力軍 很明顯就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人物 而孫力軍 被捕之後呢 其實香港警察 不是算前線那些 是算高層那些 其實那個態度也是有軟化跡象 而且他們沒有之前 那麼囂張不和 以鄧炳強為例 他一直都是以來 算是最囂張的那個警務處長 他說有甚麼事 要他一力承擔 這個是一個 轉變來的 之前他說警察不會做這些事的 每一個被警察抓的人都會誣告警察說他打人 這樣子 好了 到了昨天 被人問的時候 他承認 被人問到他有潛艱 買了兩間潛艱屋 他就說呢 承認敏感度不足 好了 基本上這個是不會認錯的人來的 最近開始慢慢慢慢 又出現沙嵌的情況 我們 覺得 覺得有些 QK 其實之前跟大家提過 香港有一群 是 以孫力軍為實為主腦的這群 國安其實潛伏了 他們跟警隊的關係 基本上是一個上司和下屬 即是說他們 是指揮警隊工作 他們有些部分來自廣東省公安廳 有些是來自國安系統 因為國安和公安是不同的 國安是掌管情報 特務來的 公安就真的是 防止罪案 或者用來 查案的 但是中國 是一個極權的國家 國安 公安 國保 特勤 全部都是同一件事 他們 必要時可以全部都是同一件事 即是 錦衣維 東廠 類似這些 職權 當然呢 公安職權上 國安其實是可以指揮公安的 因為 國安其實那個架構 很多時候他們是會 有一個指揮權 這是一個極權國家的做法 我們再說回 最近 我們消息就是說有一批國安 由於他們害怕在政治上面 在上面的靠山 被人拘捕了之後 他們有機會是 性命不保 昨晚我們做了一節就是說這個 郭林 這個是孟建柱 前政法委書記 據說是被捕 然後呢 他連他那個 軍中情人那個其實是警戒 名記 都是一樣 出了事 這兩天被人帶走 你想想 連二奶情人 甚至乎可能是 跟他稍為有一點關係的人都被人 捉走 而且這次的帶走是沒有任何官方承認的 當然他 不肯定這個不是中紀會出手 如果中紀會出手一定會報告 最近這一連串的行動 是完全跟中紀會無關 是 據說由中央警衛團 出手的 即是習近平的私人衛隊 好了 既然上面 發生了那麼大的變化 而在香港他們的手下 他們的 他們的 爪牙 一定是覺得 我老闆被人拘捕了 會不會拘捕我呢 他當作我是他的人 當然在上面的系統 你是他的人 如果要捉起來 他們也可能走不掉 你知道 中共捉人 就不是好像香港警察那樣 他們是會比香港警察更加粗暴 對付這幫國安 他們可以一樣是一幫殺手落地 夾住了 即時 就埋他單 可能也不用帶回去大陸審 即時在香港處決 有機會扔下海 或是在山上找個洞 挖個洞埋了 沒有人知道的 十年之後有一堆白骨找到 所以他們 是 最近 不斷拋出警察的黑材料 其實 是想告訴 某些人知道我們有 政治價值 我們手上有 一些你們很想要的東西 那個對象 一定是歐美的大使 即是領事館 又或者是 西方國家的情報人員 例如CIA 是不是 因為他們手上騙的材料 是有 很多那些大陸的公安 國安來香港 協助 香港政府鎮壓 而這些文件 而這類的證據 是 令到 CIA是很感興趣 但是他們 為了 表示他們是手上有這些東西 他們一定是要扔一些東西出來的 老實說 你說那些 鬼頭警司 之前那麼多 那些僭建啊 做一些非法勾當啊 鄧炳強買了一些僭建屋 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查呢 他不說你怎麼知道 不是內部的人 老實說 他老婆 除非是鄧炳強的老婆 知道老公賣哪家屋 除非是賣給他的業主 就知道那家屋有潛建 所以呢 沒有鬼是不死得人的 好了 最近的情況是怎樣 最近的情況 是 前線一樣是很瘋 但是呢 他們去到警局內部 是變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我們有個網友報料 他是星期日 在山東街被人抓過200人其中之一 他們說當晚回到油麻地警署 那些警察是很惡劣的 那些警察是很惡劣的 進去排隊 就開始 那些態度變了 他們呢 那些警察呢 就跟他有談有講 然後又問他 順不順八心 有死人啊 為什麼呢 死了人 家人又不出來跟傳媒說 那麼跟著呢 網友就當然 心裏面想啦 陳彥霖的老母子說 女兒沒事啦 轉頭就變了浮屍 所以呢 他 感覺這班人呢 他們開始想說一些東西 使得 示威者 對他們改觀 又或者 想影響他們的想法 好了 然後 他們的態度呢 又在說一些東西 平時的和平遊行 我們覺得沒問題的 你們堵路 放火這些就不行 然後呢 還一直強調 他們也是打份工而已 我們不是為共產黨服務的 我們有薪水 然後呢 他說那些東西 之後就說了 你信不信我雞尖你了 稍後你查到KY了 那麼當然最後當然沒有啦 全部都是 而且呢 他們當時有那麼大堆人呢 據他口供 就全程 沒有打過任何一個示威者 那麼 去到落口供的時候 有些反黑呀 CID呀 防暴呀 全部有太多人 他們在落口供之前呢 警察就說 如果你沒有話說 你就不要說話啦 那麼 因為 不用陪同呢 如果你說不用律師 你很快就可以了 即是說 他們那種心態 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他們不想搞那麼多東西 他們想你快點走 他們想收工 但是呢 他們在態度上 竟然就是說 他們不是 共產黨打手 他們只是打份工 老實說 警察呢 其實現在是明白到 他們在香港那個處境 因為 你可以請一時的英雄 英雄 是沒有辦法堅持三年 甚至乎是堅持一年 我說的堅持是什麼呢 是堅持日日出街要鬼鬼祟祟祟 穿起一套 衣服 拿起一支警棍 拿起一支胡椒泊舞的時候 你就威風八面 一到都脫下來 你全世界 警察 就是公敵 這個心理壓力 不是每個人都頂得住的 都頂不住 一天可以 兩天可以 一個月可以 兩個月可以 一年已經很難頂 現在警察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人要出來 快到了6月份 六四 六九 612 616 全部 然後就是721 然後就是811 831 然後就是10元1 是不是 每天的日子 接下來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每個月都有大件事發生 而且 那些市民積累做的路火 現在再爆發出來 所有警察是感覺到的 加上他們也感覺到 他們的一個說話的變化 已經出現了 不同的 某程度上的變化 是不是 態度已經是跟以前不同了 因為他們的黑材料 是隨時有機會被爆發出來 他們沒有以前那麼囂張 這個 這個很微細的心理變化 當然是要我們從 不同地方觀察 你從他的公開的講話 從他後來 那個 叫做 有示威者被人拉進去的那種感覺 當然 他還是有很多 前線有很多是跳濟的警察 也有很多是發瘋的警察 但是 老實說一個情緒 你在現場有時很難控制 但是回到警署 他們的情緒是不同 即使有份拉人的 反黑 防暴 回到警署 其實他們也覺得 放鬆了 在外面會死的 所以他們 情緒很繃緊 他們會覺得隨時有人向他們扔火魔 或者隨時有機會 不知道怎樣 被人射了一支箭 那麼這個情況 我們在這樣分析 老實說 他們的心態 慢慢慢慢 就會開始頂不住 正常人沒有可能的 熬了一年 其實真的是熬了這一年 而這一年 他們以為熬過了 以為沒有事 可以淡化 是沒有可能的 現在有限聚令 告了500個人 有500張告票 一半是沒有去交錢 一半是不會交錢 因為跟你抗爭到底 警察濫告嘛 被人告暴動也不怕了 會派你2000元的告票 是不是 你隨地套壇 怕不怕去坐一輩子 肯定不會啦 你告我坐牢嗎 還有 現在沒有人再尊重你法庭 沒有人再當你法庭是一回事 因為你法庭是不公正的嘛 你法庭本身是私相仇仇仇的 所以現在全香港的市民的共識 就是 很快會全部出回你 那些人已經是忍不住的 捉了一年的怒火 躁了一年的血海深仇 你以為那些警察不害怕嗎 他們都是血肉之軀來的 你頂了一年 但是 之後的日子 要繼續頂下去 你明不明白那個道理 很辛苦才能捱到這一年 現在又要重新來過啦 是不是啊 你說怕不怕啊 所以呢 我認為這一節應該是今天的頭條 好了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拜拜